大批警力浩浩蕩蕩走入 一个个进行盘查搜索 因为近期黑道帮派举办餐会春酒 高调行径引发社会讨论 9号晚间台中市的警六分局 也到辖内的电子游艺厂 夜店酒店等场所 执行扩大领检 以及重要路段的定点路检 这我们都白白的 这带子是谁的 因为我们那个 我们有开药局的药 变成是厨房用药 也躲不过警方的眼 市政所和河安所执行路检时 也查获了毒品案 共两件三人 只有K他命 K烟等等毒品 对啊 为什么要白白当所 你为什么把它弹掉啊 今天呢 也有本人亲自率队 到辖内有知识的场所 执行高强度的扩大领检 以及重要的路段的指定路检 在这里也特别呼吁 业者呢 对于帮派 举行大规模的这个活动 或者是餐会 一定要跟警方配合 共同实施领检查查 共同来维新城 治安的防护网 清一色都是长发长腿的辣妹和官 不仅台中 桃园地检署 也破获了隐身在中立区 某商办大楼的 大型百家乐职业赌场 当场查握工作人员 及赌客共计45名 查购现金300亿万元 清源专案2.0 全台上下各地严厉扫黑 欢迎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